這裡的風景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上面是看不到的 下來的這個涼亭反而看得非常清楚 例如你看到迪士尼 青霸大橋 九龍 港島180度 看完香港 好嗨 我是阿May 我是Giki 今天我們來到中華碼頭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呢 因為我們即將進入一個新系列 就叫做島嶼一遊 主要是介紹香港的離島遊 行程大概是一天遊 或者是兩天遊的內容 就像上次大澳片一樣 平洲就是我們這個系列的第一站 我希望大家得好期待 今次的新系列 支持的記得CMS Comment Like 和 Share 新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響鐘仔 長線看 現在大概是早上的9點45分 我們準備就去搭船出發 好 Go 我們現在上船了 這班就是漫船 好 稍後見 經過40分鐘的船程 我們終於到了 好呀 YA 平洲是一個比較小的離島 它是0.99平方公里 基本上距離長洲的一半都沒有 但是這個小島雖然小小 但其實也不撞俱全 餐廳和食肆都不少 加上也有些簡單的山可以走 大家去不到旅行 這裏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們神禁組來到 那就馬上去這裏 我們現在來到平洲的天后廟 這個天后廟是清朝的嘉慶三年建成的 所以歷史非常悠久 其實平洲的居民很多都是漁民 他們就信奉天后 所以他們建了一個廟 他們農曆三月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天后彈 到時候就會有些活動 農曆七月二十一也會有些活動 也算是香港的傳統文化 我們現在進來這間歷史有三十多年的金園冰室 因為我們早餐都沒吃 所以我們就來冰室吃飽肚的東西 等一會我們都會去另外一些餐廳吃 這裡最有名的是炒通粉 炒通粉都有不同的種類 包括雞扒、雞翼、豬扒、牛柳 不同的炒通粉 其實最多人推介是一個公司炒通粉 但我們這次就沒吃 原因就是我覺得公司比較適合 我自己覺得 可能它純粹是放了火腿 又放了什麼豆 我就自己想吃雞扒多一點 另外也點了一個吉列炸魚多士 我們本來想吃一間叫奇心冰室 但那間今天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開門 其實應該正常星期二都會開門 那間就最有名吃蝦多士 那就不要緊 吃不到就吃這一間都OK 最後我們等了差不多四十分鐘都沒吃 因為應該流彈 然後老闆又走出去 我們很餓 等了大約五十分鐘終於來到 它來到的時候其實是很香的 就是你聞到一些好像乾炒河的味道 本來這個炒通粉上面也有一些青豆 有些蘿蔔 有些洋蔥 看上去賣相是挺漂亮的 很不幸地我們的雞扒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網上看上去這麼好看 它的雞扒本身已經切了一塊塊 然後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就是雞扒是有骨 我想它可能是炸定一大堆的關係 所以它的雞扒不是很熱的 是暖暖的 它那一層皮是非常香脆 但是沒有什麼肉汁 純粹是一個比較普通的雞扒 它的通粉比我想像中軟很多 我純粹是覺得這隻是一個乾炒牛河的變咒版 變成炒通粉的模式 它的味道基本上是跟乾炒牛河好似 但是味道就比較偏淡 不是很特別 我覺得是普通的一款食物 這間餐廳的另一個名物 就是吉列炸魚多士 26元一份 它一份大概像平時的芳包一樣的大小 上面就鋪了一個吉列炸魚上去 它的多士就算對不上厚多士 是真的平時的嘉頓麵包一片片切下來 我覺得這個好吃過它的炒雞扒通 吃入口非常之香脆 即是有吉列魚柳 然後又有這個炸多士 我以為是會很油的 但這個成分都是人而不利 外面的一層炸衣不是很厚 是薄薄的一層 我自己覺得加上多士一起吃 是挺好吃的 我們去完金圓碧室之後 走幾下步就到了這間麵包店 其實它最出名的就是這個南乳芝麻餅 其實這次也是我第一次吃的 它的大小大概像蝦餅一樣大 我試試看 這個南乳芝麻餅 簡直是這間店的鎮念之寶 因為基本上每一個客人都是買的 它分兩種味道 一種是黑白芝麻 另一種是純粹是白芝麻 它每一塊真的很划算 5元有爪 是4元雞 它咬下去真的非常脆 好像在吃薯片一樣 它裡面的南乳味都很香 我自己覺得這個食物 真的有一個平洲特色 其實平洲這裏以前是很多工廠 亦有很多香港製造工業、手工業等等 但是因為時代不同了 剩下的工廠買少見少 我們今天來到一間超技 就是平洲一間很著名的瓷器工廠 它除了賣瓷器之外 其實它都會開採詞教學班 但是它是不定期地開班 如果想上課的話 就要事前預訂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牛皮廠 其實它就在平洲的永安街 一個不經眼的一個小巷 經過一條巷 就進入到4萬呎的地方 其實它的歷史是1930年起承的 但是時代的變遷 就變了這裡是雕空座 其中一個很熱心的平洲街坊 就不忍心這個雕空座 就花了幾百萬 還有很多心血 就將這裡重新打造成一個 讓大家可以來參觀 拍照 和了解歷史的地方 其實牛皮廠現在已經是三級歷史建築 它有分很多不同的區域 首先我們身處的區域 就是一個露天的區域 它周圍有很多裝置藝術 而且感覺是工業風一點 很多事物都可能是舊物作用 亭平齊齊就變成一個新的藝術 而且在這裡的藝術品 用的顏色是繽紛一點 一洗牛皮廠被人很枯燥 可能很舊的感覺 突然發現了一件事 好像Game of Forms 龍帽 來了 Where is my dragon? 紅桿 好 我們去完牛皮廠 便回去剛才買芝麻餅的街 也就是在超技對面 就來到德慶士多 這個德慶士多就是買傳統糕點 它這家最有名的茶果就是南瓜茶果 每一個就是7元 它這個南瓜茶果的大小就像曲奇餅一樣 而且皮好像偏厚一點 令我怕吃下去會不會很韌 但吃進去都令我覺得滿意 是非常軟的 它裡面的紅豆餡雖然不是很飽滿 不會爆出來的 但不會令你很膩 好了,我們醫好肚子之後就準備去看風景 會不會很震驚 在家裡的紅豆花 對,在家裡也有的 超像花的紅豆花 我們要來解釋一下 紅豆花肉 天花的小菇 上山前,其實還有一些考驗 就是要上355級樓梯 我們已經差不多去了一半了 或者只是頭三分之一 我已經死死氣了 好像上次去大澳那樣 但我們走到這裡 頭一轉到另一邊 風景很美 請欣賞 終於到了 挑戰成功 已經辛苦了,我們終於走到涼云亭 但好像還未見到漂亮的風景 我們應該要上到涼亭 之後再到另一邊 我們現在休息了一會 我們準備再出發 其實上到伊朗山 就更加知道平州確實的位置在哪 我們其實在碼頭的時候 已經知道平州是很近御景灣 因為你會看到對面就是御景灣的碼頭 上來山之後就會發現 其實迪斯尼在對面 然後遠一點又見到青馬大橋和丁九橋 大概走五分鐘就會見到分岔路 就要拍一條紮身一點的路 就是下去另一個景點 這裡的風景真的很美 我覺得上面是看不到的 下回來這個涼亭 反而看得非常清楚 例如你看到迪斯尼 青馬大橋 九龍 然後趕到180度 看完香港 好,我們繼續下去 拜拜 我們一路走下來 就發現了一個 類似碼頭的位置 一個小沙灘的位置 我們就不知確實的名字是甚麼 不過大家下來就會見到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很美的 尤其是拍照是超棒 它的浪是稍微大了些 就是你不能站得太近 因為剛才阿May 差點站得太近 差點被浪掩到 哈哈哈哈 我們走下來之後 先出去了 我們大約走了15至20分鐘 就回到平州的市中心 因為我們真的走得很慢很慢 然後到處拍照 拍片 大概用了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如果走得快 我想一個小時內 應該都來回OK 那我們現在準備 去其他地方 看看日落 看看我們晚上有甚麼著落 我們準備去大利島 沿途經過整個平州的碼頭 其中我們看到一件事 我覺得很搞笑的 就是竟然對著海旁 不是單車那些 而是還有跑步機 一些健身做健身的器材 好像私家健身房一樣 好嗎 我們現在就過來 平州通往大利島的橋 這條橋 就是看日落最好的地方 太陽已經慢慢地下山 我們就打算 一路等到它下山 然後才回去吃東西 我想說這裡真的很美 而且很舒服 而且我剛才走山 因為很熱 今天24度 但下來就剛剛好 我都很喜歡平州這個地方 真的很靜 很舒服 有些人都非常友善 等著日落期間 走去大利島看看 之後就看到一條路 很像我們在四國看到的天使之路 港版天使之路 沒錯 就是這裡 是短很多 就是比四國 但是這個位置其實是挺漂亮的 沒錯 來到來到 當然要看日落才走 沒有理由你會錯過日落 譬如我們去長洲的時候 多數都會先看日落 我們其實看完日落 之後就不是走的 哈哈 那我們就準備去吃下一餐了 今天我們原本打算吃一間 叫快車茶餐廳 但是它就沒有開到 另一間就是觀眾朋友 推薦我們吃的 就是吃泰菜的 但是那間都沒有開到 之後我們就決定了 其他開的都是一些 普通一點的茶器 或者是喝酒的地方 那就算了 對了 所以我們就去中環再吃 好了 那我們這個新系列 倒刺一天就到這裡 大家支持和喜歡的話 記得記得訂閱 CX,按讚和分享新母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按一下小鈴鐺才看 下集再見 拜拜